这辈子能爱就爱吧 几十年之后 一个诗碑就是人生的终点 你占你的 我立我的 再好用的QQ 再好看的博客 都看不到了 因为我们已经不在服务区了 这辈子能聚就聚吧 几十年之后 一个土坑就是人生的归宿 泥塘米 泥塘米的 我睡我的 再方便的微信 再好用的默默 都搜不到附近的人了 因为我们已经都没有流量和WiFi了 这辈子能逛就逛吧 几十年之后 一个木核 就是人生旅游的目的地 你握你的 我握我的 再美的风景 再浪漫的季节 都感受不到了 因为我们都被束缚在一个不到 五十公分的黑洞 这辈子 能吃就吃 能喝就喝吧 几十年之后 就算你还坚强的活着 也是鼻气眼水 再香的美食 再好的营养品 再纯的美酒 也是想吃 咬不动 想喝 咽不下 就连最好的酒 也挺不出味道来 飞机飞着飞着就飞丢了 房子住着住着就拆了 哥们喝着喝着就没了 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 夫妻过着过着就离了 人呐 活着活着就走了 所以 无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别人 都别要要求太高 生命却若 人生无常 淡然面对 且行且珍惜 不累也要休息 不负也要知足 再忙也要锻炼 人生苦短 很快到站 百年之后 你睡你的 我睡我的 再美丽的语言 也无法跟你沟通 因为我们都要睡很久 很久 世上最经历的一句话就是 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 弄丢了 上百度也找不回来 离开了 互联网也联系不上